《奮進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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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進追夢 現在出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廣東衛視大型原創演播廳 創業競賽節目 《重創英雄會》 我是主持人王穆迪 歡迎大家 重创维修会是由广东卫视 和广东省人社厅联手重磅推出 是广东重创杯创业创新大赛的 独家电视比赛渠道 那每期节目中 获得比分最高的创业者 和创业项目将会赢得 直接晋级重创杯决赛的资格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今天的重创导师团 金沙江联合资本管理合伙人 周琦先生 欢迎您 爱沃定制创始人兼总裁 茉莉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 何冠斌 科大讯碑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杜兰博士 当当网创始人 早晚读书创始人 CEO李国庆先生 创新工厂人工智能 高级副总裁周哲先生 广东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李希 那同样还有我们的观察团的团长 性格色彩学创始人 六字真言演讲学院创办人 大家非常熟悉的乐佳老师 那同样我们要欢迎 二十位由投资机构代表 和企业代表组成的 重创观察团 欢迎你们 接下来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节目的规则 每一期节目都会有 四位创业者依次的登台 完成现实路演 项目展示等多重考核 观察团和我们的导师团 会在不同的阶段 分别对项目进行专业的评分 最后累计得分最高的创业者 将获得直通 重创杯总决赛的资格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请第一位创业者 首先通过一段VCR 了解他 在我们梅州 有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文化遗产 客家黄酒 我的舅舅是黄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在他身上 我学到了酿酒的工艺和魅力 但我记得他曾遗憾地说过 这样的土产品虽好 却很难走出大山 我想帮他打破这种困境 于是我挖掘黄酒背后的文化价值 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为黄酒换上全新包装 并通过互联网的宣传 让这门传统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 土先生就是属于我的传承 有请创业者 土先生黄酒创始人林一通 各位老师好 观众们好 我叫林一通 好 听说你来到我们众商医生会的舞台上 会有一个特别的愿望 也说不上愿望吧 其实我们已经多次来到这个舞台了 我们从第一年创业就开始参加 已经是第四年了 这样形容恰当一点嘛 就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所以今天有个愿望 我们祝福你明年继续生 乐佳老师已经给你了深深的恶毒的祝福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今年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 明年咱不见他 就看你了 接下来进入第一个环节 我要去创业 大家好 我叫林一通 我来自我们广东 梅州的一个小县城 在2015年的时候 我辞掉了我在广州汽车行业 一个比较稳定 而且高薪的一个工作 回到我的家乡 创办了土先生 逢年过节 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 一定会问一壶黄酒 如果今天我送一瓶酒给一个人 给我的朋友 他也被誉为是客家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礼遇 客家黄酒 对于全球将近一亿的客家人来说 他的这种情感上是沉甸甸的 其实我们当时遇到了 非常多的一个困难跟问题 其实我在说我们团队是失败的 我们面对了团队成员的离开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个粉丝 在我们公众号里面留言 他是在远方的客家人 他的留言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 你生生俱俱 满篇尽是深情 我生生祝福 鼓励始终如一 其实我们创业四年不容易 我们也很庆幸 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我们年轻人去做客家黄酒 其实他并不相悖 而且我们现在更坚信就是 我们客家的这种黄酒文化 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璀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林先生 不容易啊 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上台的创业者 就哽咽了 说明创业路上不容易 那我先问你 先问前三次你到这个舞台上 每一次你讲的时候 你都在哽咽嘛 都在流泪嘛 还是今年第四年 你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其实我没想到自己会比较激动 今天讲的时候 想到一些画面吧 可能自然而然的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们上面有很多创业导师 他们里面有一些人是投资人 你知道投资人 都是个非常残酷的动物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冷酷无情的 只认钱不认人的 你在这里就在不停地哽咽 不停地诉苦 会在说你做了半天四年 啥名堂都没做起来好啥呀 我教你怎么回应他 这乐师傅是个坏人 你要这么回应 你说这叫情道深处泪自流 我追问个问题 为什么定名叫土先生 先生呢 其实在古代是老师的意思 我们的想法就是 以这种更严谨的这样的态度 去做这种事情 那么土呢简单的三笔 它就是我们想做这种 最原始最地道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土先生呢 没有特别美的画面 和想象的空间 比如说我妈经常去超市 说我去前大妈超市了 那就特别地有这个人情味 有这个老百姓的菜市场的气息 但是您这个土先生 这个名字确实太朴实了一些 我有点不一样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土先生这个名字 还挺好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觉得这个能够代表一种画面感 我想象就是那个在客家里面 那个比较土楼里边的那个先生 赞得给我做了酒 我赞成 我觉得是有网感的 现在年轻人文化声音提高 喜欢小众品牌 特别是本土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一个潮流上 好 大家讨论这么多 我比较土啊 我想问我能尝一下你的酒吗 可以 我们今天带了一些过来 其实呢 有句话叫煮酒论英雄 就是三国演义曹操跟刘备煮的酒 就是黄酒 然后今天我们带了我们的温酒器 然后其实温酒也特别简单 就是在我们容器里面倒点热水 然后呢把我们的酒倒进去就行了 对 温酒的话 其实它最好是要有五分钟以上吧 其实我们客家是叫娘酒 我刚想问 因为我是浙江人 您一开始说黄酒没有品牌 其实黄酒有挺多品牌 不管是孔宜己还是古月龙山 其实品牌都做得非常好 这是有话说 黄酒呢是中国最历史最悠久的酒 其实也是中国最普遍的酒 做得最好的是江浙 我刚刚说的是客家这个 就广东为首的 接下来我们真的要煮酒论英雄 论论土先生 请你还别说 这现在的确是这个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上来了 不行 不行 来 这六杯全是我的 全部倒满 来 我确实这个酒 比我们绍兴的黄酒要甜一些 感觉不错 我在绍兴也喝过偏甜的 心就故意弄得甜型的 感觉不错 我觉得偏甜了一点 我不是那种甜味喜好者 所以这个甜味呢 其实是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问你 我还行 我可以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还行 不错了 这个酒的酿制的过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酒是最重要的是 属于酿制的工艺 我们这个酒最特别的 就是最后一道工序 火制也是区别 所有中国市面上的黄酒 对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了一张图片 这个火制可以理解成 它是用传统的倒鼓 去点着火 然后去烤这个酒 在酒坛里面 现在有教授 有学者认为 是中国最古老的酿酒工艺 它可能不是江浙的黄酒 它可能就是我们客家的黄酒 你别可能 你去江浙考察过 他们的黄酒的酿制过程吗 我们去过 跟你这个巨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工序 这个工序的好处和作用是什么 首先酒本身 它是带有一些湿气的 那么这个火制是能去除这个湿气 第二个是我们的酒做火制工艺之后 是变成大家看到这种颜色 我们是传统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火制一个魅力 第二个问题 在你客家这个酒的酿造 有不同的工艺和不同的口感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没有年轻人去做这件事情 不不 你就回答你们那儿 就是国家会有个标准 这个标准呢 但是每家每户酿的酒都是不一样的 不不不 我我跟你说 我真的急死了 你看 乐嘉老师教教我 教你很简单 如果你的酒只能做这一种口味 你就告诉给他说 你说李老师 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这就是客家土酒的核心精髓 这是一个态度 如果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你就说李老师真乃高人也 客家娘酒当前只有一个味道 我们先把这个味道做好 然后会秉承你的这个志愿 将它开发出来更多的味道 希望你多多地鼓励参与 我们一起把客家娘酒做好 这不就好了吗 是 是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重创观察团的打分时间 我们20位观察员 每人有2分的投票权利 总分是40分 这将构成你今天 重创英雄会的第一轮的基础分 好 投票开始 其实观察团的朋友 我们也给你们留了酒 回头可以尝一下 真的 时间到 请看大屏幕 26分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城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乐师傅 来 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讲 你是一个过于实诚的人 我不是教你奸诈 不是教你狡猾 在你表达生意的时候 有很多该强化的地方 没有强化 比方说 当我今天听到说 遍布在全球各地 有一亿客家人的时候 我内心是震惊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认为最多大概就两三千万 你为什么不把这一点来强化 所以有很多机会 由于你表达上面 没有精准地强调重点被错过 但是在内心深处 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性的力量 我能够很强烈地感觉到 所以我不担心 你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 我只是唯一担心一件事情 在周围身边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 还是有另外一些人 会给你足够地推动的力量 当然这只是你的基础分 还有60分 掌握在六位导师的手里 艺人有10分 接下来各位导师 和你的互动和问答 将决定你最终的分数 能否通过这个梦想之路 晋级到总决赛 那接下来就进入 我们的下一环节 追梦进行时 好 有关这个项目 各位导师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 你介绍一下价格 因为我们知道 还是有竞品的 就是跟江浙那些品牌 同样五年份的 你是什么价格 我们比它贵 应该是贵差不多一倍的价格 多少钱一瓶 我们的酒刚刚喝的是168 你的客户画像 你的消费者对象是谁 我们的客户画像就是25到40岁 然后是一二线城市居多 OK 那我问一下几个导师 25岁到40岁 在城市生活 首先第一 第一 对客家身份属性 认同感会不会是很强 第二个 对手工制作 传统文化 是不是很认可 围绕李总刚才说的 李希总刚才说的 比如我们当当卖黄酒 我有一个数据 江浙站65 广东21 北京3% 就没人喝 几乎没人喝 那么你敢不敢逆向 我就想你这个 石头这个市场上 这个刚才李希总 你的客户画像 这么一二线城市都太大了 我能不能直接问一个数据 就你创业这个四年以来 你的这个大概的营业规模 能够去到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别 我们是16年转型 然后17年 我们这个酒是做了600万左右 然后去年我们是做了1000万 问题你是手工的呀 如果当当卖的那么大 你用什么方式来满足呀 现在这个行业最大问题 不是产量的问题 我们的主要问题 还是销售的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手工打造 它的量是有限的 你说我手工打造的汽车 一年只做十台 这个一台可以卖1000万 你一瓶酒可以卖到160块 在中国把消费品 能够做到奢侈品这个东西 我觉得只有酒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你好好干 不要卖168 卖168 你要走资本市场 你就听周总的 周总就认为资本市场 不大喜欢手工 因为手工会限制产量和复制 但是呢 如果你想做一个特别精致的 自由品牌 还能挣不少钱 OK 那就按你的方式去做 条条大路通罗嘛 都是能成功的 最靠谱的 我觉得是那个 何冠斌 何老师提的建议 我觉得他还不够狠 一瓶酒 卖16800 唯一的客户就是何冠斌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会不会有你们所说的 未来的想象空间 要取决于你们的投票和分数 所以各位导师 手工打分的时间 记住第三环节 问鼎英雄榜 好 我们六位导师 一个人手握10分 总共有60分 再加上刚才的 我们观察团的基础分 将构成你的总分 给大家一定的思考时间 和打分时间 现在开始 好 时间到 乐嘉觉得 六位导师 哪个导师会给出最高分 我觉得有可能 给出最高分的 可能真的是李国庆 国庆会给出最高分 我觉得给最低分的是 是杜兰 这个色彩心理学 你最期待看哪个导师 率先公布他的分数 1680块的何老师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何老师 八分 很不错的一个分数 不低 不低的 不低的 我们先来从周总 两位周总开始 先看周琪先生 七分 周哲先生的分数是 九分 打这么高 谢谢周琪老师 你这个项目本身 确实就是在传承 一个中华的文化 这个项目我认为 就算没人给你投资 就算最后做得不是很大 你一定要坚持 在创业的路上 你不一定是最成功 但你肯定是英雄 我本来以为他会说 就算其他人都不给你投资 你做不下去的时候 我给你投 因为他说就算其他人不投 你自己还要做 我挺想投的 他不缺钱 但你要理点 各位导师都是叫毒蛇善心 李希总的分数 来公布一下 六分 谢谢三分 好 那最后的两位 我们要看一看乐佳的 判断是否准确 我们先来公布杜兰总的分数 我觉得给最低分的是杜兰 你太厉害了 我也拜你为师吧 杜兰说说 为什么会打出四分这样的成绩 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 特别独特的地方 不论是这个酒的配方 还是营销上的一个特别之处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 你更加需要去强化的 好 谢谢您杜兰总 那国庆老师看看国庆的分数 我觉得有可能给出最高分的 可能真的是李国庆 那个电视剧前的观众 电视剧前观众来 除了身上带了一个麦 没有那个监听器 来看一下耳朵 背后也没有导演 都观察团 没有人在当中上来跟我讲 是完全凭着的天赋异禀 那请问乐家老师 你是怎么做到的 把这个九分和四分 都拆得这么准呢 首先你一定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记得一句话 天下最独妇人心 这是第一场 你别看杜兰孝明明 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脑子清楚得不得了 第二件事情 李国庆 你别看他嘴巴上的话 说得很狠 他是属于典型的刀子嘴 豆腐心 他说的乐痕 代表言之深 爱之切 他是标准的这种类型 对 我在创业节目里 以毒蛇著生 因为我就说 再情怀 我们再谈商业数 这是一个很严肃事 为什么打九分 我就说 他这个从大城市回乡创业 并取得了现在这个成就 用了四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虽然我知道 我们对你有更高期望之下 最后我们的林毅通先上到 得分是69分 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由于你是我们 中创英雄会的 第一期节目的第一位嘉宾 所以不管你的得分是多少 你都会雄啾啾气昂昂地 登上那个类主的宝座 但是你能在上面做多久 要取决于接下来 三位创业者的表现 那掌声恭送林先生 登上类主的宝座 恭喜林毅通先生 好的 那我们要恭喜 我们的第一位创业者 放弃了高薪返乡创业的 土仙上黄酒的创业者 林毅通先生 已经站在了我们的 类主的位置上 那接下来第二位登台的创业者 和他的创业故事 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他 他们说女孩子别太拼 他们说你应该放下 别太追求完美 他们说你应该找份安稳工作 创业太难了 没有你应该 只有我想要 我想要为自己热爱的 拼尽全力 我想要做一个 有话语权的领导者 我认为为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 打造独特的品牌文化名片 为品牌出入灵魂 这样的文化创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刚需 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 所以我们致力于 为企业单位提供品牌的 和基础建设的一站式服务 我们希望以硬核文创能力 提升品牌价值 用最强服务 推动中国品牌建设 我是一仙新创品牌创始人 刘洋 来 刘洋你好 主持人好 感觉到这是雷厉风行 风风火火的女子 听口音听得出来看短片 这是我东北老乡 耳力太好了 老师 我是麒麟人 跟你有亲戚关系吗 是你表妹 我们东北都一家人 那接下来的舞台和时间 就要交给我这位东北老乡 进入第一环节 我要去创业 从小 weil文贵会有这样子 不必 Ayun 行 我现在也不会再拍摇 这么多 很漂亮 两个月 我现在看到了 你不是老乡 决定人 好 你 因为我们所贩卖的 是我们自己创意设计 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身上应该所拥有的是 当代中国青年 未来我们将会通过 文化创业加互联网的新模式 打造品牌界里的京东 我相信终将有一天 我们会让品牌更有灵魂 让世界爱上中国品牌 姑娘 方林几岁 26岁 有多少男朋友现在 没有男朋友 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 因为创业太忙了 会不会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是因为你太强了 很多人看到你距而远之 内心深处感到恐惧和害怕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我觉得真正的强者 应该是不会惧怕我这种女子 去年朋友喜欢创业一句话说 你的同龄人已经抛弃了你 那我希望你在今天这个现场 能展示出来 你抛弃同龄人 这样一种果敢决绝的创业精神 那我们就不妨 从你的事业开始入手 我们所做的是品牌的 基础建设服务 其实说白了 就是给企事业单位 去进行品牌的一个化妆 包装 包括品牌设计 品牌视频 品牌软件 品牌礼品 品牌服饰和品牌活动 请展示您一到两个 最经典的服务案例 我有这个视频 给大家简单地过一下 这个是我们去年 为中山大学所做的 品牌照片宣传片 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生艺术记 所做的一个活动宣传片 这个活动去年 有粤港澳大湾区 40多所学校的参与 覆盖面积 在网络上点击量 达到1000多万 以及为广州银行 做的IMG动画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 是到现在公司做的 但这件事情 要从它最开始的时候 最初的梦想说起 我们先请我们的导演组 拿上来看一看 它的小心思和一些设计 我觉得我直接就可以 拿过去给老师们看一下了 就是选两件 比较有特色的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 这个其实是去年 以为邀请稍后 请稍后 加入一个照片 就是录像 12ça月 第一个照片 就是 准备 下定的 并无论 不是 文体 中文体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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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文盲的問題 李國慶 李國慶 真的是我看走眼來 你不知道 頭皮保護很重要嗎 這個洗髮水不僅洗頭服 還要保持頭皮的什麼什麼 當然了 我的头皮看上去这么的润泽 跟我的皮肤一样的润滑 是有原因的 你天天给人做礼品 不给我们八个人带点礼品 这件事情我认为做得非常不合适 所以啊 乐嘉老师 这个真的是可能猜中了 这一点点的小心思 那你现在准备了吗 对啊 这是他们六个人心里面所想的 就是画着你们各自的头像的 和画衫 那个是一个手机支架笔 就是它可以折叠之后支手机的 那个T3这个不仅画的啊 这个品质 服装专家在这儿对不起了 我卖弄了 我评分的特别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创业这个项目 很重要一个竞争力 是在于客情关系 那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能够把我们这种潜在客户 都服务得妥妥的 我相信他能够拿到 很多的订单的机会 我一直在找你的公司的品牌 在哪里 这么好的宣传机会 为什么没用什么 第六位都是你以后潜在 帮你这个推广的地方 好 那各位老师都发表了 对于你这样一个超级有智商 同时更有爱有情商 客户都很满意 说不定一会儿会有高分 但这个环节打分的不是他们 你的基础分将由我们的观察团的 20位观察员决定 那接下来我们的观察团小伙伴 开始打分投票 时间到 20位观察员已经打出了 自己心目中的分数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20位观察员打出的分数 请看大屏幕 28分 刘洋 这个分出来你诧异吗 不诧异 我也不诧异 因为理论上来讲 这个分应该是打到38分才对 但是你知道打到28分的原因吗 因为你太完美了 你很大气 很自然 很有舞台的表现力和表现感 在回应上面 周泽老师说这个衣服后面 没有印logo不做广告 我认为它是刻意的 因为真正印了logo以后 在场各位就不好意思穿了 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你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你觉得没有必要来进行 一个直面的一个对应和否认 这些都代表了你的情商比较高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你完全有能力 将一个更加真实的感受 给表现出来 一个绝对完美的人 在世间 只能放在天上供人们瞻仰 没有办法在内心深处 与人们内心连结 好 我们掌声送给心理学家 和哲学家乐家师傅 那到底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 其实还远没有 因为还有下一个环节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追梦进行时 六位导师 放马过来 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来创业呢 我觉得我喜欢 我擅长 你怎么喜欢擅长了 我从小就喜欢跟文化艺术相关的东西 我所修改的东西 我告诉设计师应该怎么做 客户一搞过 这个叫创意能力 能搞定甲方 这一条我特别认可 你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公司将近100人 全职员工 你去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不到3000 今年定的呢 就是从这个 今年定的是4000 比较保守 那么你觉得这家公司 你做10年之后 这家公司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模样 你是就想做一个 长不大的小老树每年有利润呢 还是说你今后不断地成长 变成一个独角兽呢 我们会打造一个 文化创意家互联网的平台 我希望做品牌界里的京东 在这个互联网上 既有我们自己做的 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原来在街边上的广告公司 我把它升级为品牌公司 他们都入住到我这里 从一家提供专属服务的公司 到一家设计互联网平台公司 你的战略设计是怎么做的 战略设计 他们的问题问得好高级 就是公司的发展方向 我都看不下去你知道吗 李希总这个 对于一个美女的一个创业者 这么刁难的问题 其实我想问一下刘洋啊 你想象过 大概花三到五年的时间 你要把你的公司办到多大 从销售额的角度来讲 可能会达到两个亿左右 你是CEO CEO决定了干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定战略 找钱和找人 站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五句话都讲不清楚的话 那证明你离两到三亿销售额的公司 还很远 反对 这个小公司创业公司活着就得了 初创公司CEO真的就是一脚踹经理 把客户忙销售 您说五句话 我一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 维持原判 这就是我的答案 要三年的时间维持现在的业务模式 然后实现两到三亿的销售额 这一句话 OK 接下来就是要各位导师打分的时间了 我们进入第三环节 问鼎英雄榜 那接下来就是各位导师 做出专业评判的时候 好 时间到 你根据刚才的提问互动 你觉得哪个老师 会给你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我猜可能何老师 何老师 对 来 冠冰的分数亮出来 我还比较喜欢美的东西的 主要是这个项目美 来 接下来周琦先生的分数 不到三年的时间 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非常不容易 好 杜兰的分数 六分 理由是 我保持我一贯的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我觉得你具有一个天生的好的管理者的潜质 谢谢老师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来 国庆大哥 谢谢老师 等一下 等一下 乐嘉 你先分析一下国庆大哥打出十分的心理的结构 这充分说明李国庆是一个表里如一铁针针针的汉子 怎么想就怎么做 很好 我按着十分钟我都快哭了 我一毕业 我大学时候大四合毕业在创业 我用了八年时间 我都没做到他这么优秀 我第一个当当之前那创业的八年 始终在地下室 女朋友都离我而去 原因就是说你这是在垃圾上跳舞 领导着二三十人折磨了我八年 也想着什么 λ学院 ses 将员 什么 还 被 很 Kn Pharm 被 真 g 我看到李国庆老师 摘掉眼镜哭的那一瞬间 我其实也落泪了 可能他在台下看到了 我在台上的样子 就想到了当初他自己的样子 希望能够有一天做出 能够像他一样的成绩 能够创造一个在某个领域 划时代的一个创业项目 刘洋 你成功地让国庆大哥 想到了自己当初最初的样子 最初的梦想 所以给了你十分地满分 那接下来周哲先生 8分 谢谢老师 让数字说话 你能赚到钱 你能赚到利润 比所有人的评判都重要 谢谢老师 那我们五位导师打过分之后 现在已经是69分比69分 但是说不定 那个一直没有微笑的李希 就打个0分呢 李希腻是否成名在此一战 最后的得分 刘洋 恭喜76分 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能就是气场这么足 然后呢 也不输给我们男孩子 其实挺佩服的 还有就是她的这种演讲 表达的能力 我觉得是可以跟她学习的 第三位创业者和她的创业故事 一起通过VCR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艾本李凯荣 我相信很多内地的朋友 来到香港除了购物之外 最难忘的应该就是香港的小吃了 今天我来带大家体验一下 香港的地道小吃吧 麻烦我想要个原味鸡蛋仔 好喝 其实我来到内地 发现已经有十年多了 我最想念的就是 家乡香港的味道 所以我就在想 为何不想是把 家乡香港的味道 带到内地 为此 我在广州 开了第一家 哇屋熊感吃小吃店 设计了哇屋熊的IP形象 与动漫家 连锁加盟 IP开发的模型 把香港小吃带到内地 以餐饮为契约点 推广香港文化 我是哇屋熊的 尺寸人李凯荣 我的目标是要把香港小吃 推到全国跟全世界 感恩有请创业者 哇屋熊吧 是小吃唱词人李凯荣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IP形象 李凯荣 欢迎李凯荣 这个是你的哇屋熊是吧 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哇屋熊 哇屋 你认为你的普通话怎么样 非常标准 又来自信呢 我们管这叫港普 不过你在港普中 确实非常标准 李凯荣先生 先生 我想知道 这个哇屋先生 什么意思 哇屋的意思 其实就是一个好开心的意思 就是哇屋 就是对于你的一个好奇心的 哇屋 好像看见美女 哇屋 你看杜兰姐姐都不好意思了 那先听你的创业故事 首先进入我要去创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爱粉 你可以叫我李凯荣 我硬是很多很厉害的设计师 他们有很多很厉害的IP形象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 他们的周边产品全都卖不出 然后我就想 如果我是能设计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是能把真实收据 跟一些不同的IP广告 放到同一个地方去推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呢 然后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就发觉 为啥都是台式饮品的天下 又没有香港小吃的呢 然后我就想 能不能把三个结合在一起 但是我没钱 非常穷 然后我就想 如果我是要做一个 用最小的钱 来做最大的事的话 要不然我就把香港小吃 变成我的文创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就开了第一家 挖屋松感这小吃 这个项目就是想就一个机会 把我们的IP形象回到线下 令到大家能在线上看的时候 线下同时的体验 然后变成一个能赞钱的工具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凯荣 谢谢凯荣 凯荣有意思 你这表面上看是做香港小吃的 对 实际上你自我的定位 是做文创产业的 对对对对 这有点意思 你这个挖屋雄拿得有点累了 这个吉祥物 准备送给哪一位 我准备送给现场最漂亮的 盗兰女士 盗兰女士 来 大不大不地走过去 送给女神 你好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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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就着这个 不知道是小吃还是文创的 这么一个创业项目展开提问 先说说你小吃店里 主要都卖些什么 我们主要是就卖香港小吃的 我们的咖喱鱼丹跟楼森小吃粒 鸡蛋仔是我们原创的 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是做一个 新派的香港小吃 就是怎么样把一些便宜的东西 变得有它的价值 到底是现在你今天打算干嘛 干了没干这事没干呢 刚是想法你做了吗 我们的门店在国内现在 有40多家的了 已经三年时间 已经做了40多家了 对对对对 不是你主要想卖这个熊是吗 没错我主要是想卖这个熊 你不是要卖鱼蛋 你才卖熊 假如你这个IP成功了 你后面还想做鱼蛋吗 还是说换个别的这个行业来做了 这个点问得非常好 简单来说我们希望是就一个什么 不一定是餐饮 可能是我有一个小酒店 小宾馆 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是挖不熊的 等等等等不同的方法 好 我知道了 这个IP衍生品 包括朋友兄弟们的衍生品 都可以在这当销售载体 可是你怎么能从40家 400家几千家 连锁店最大的坎是什么 不是这个熊 导致人们愿意加盟 对吗 那你说怎么办 你的梦想可能是要做一个文创的公司 要搞IP是吧 那么你现在又是卖鱼蛋的 然后就让我联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周星驰拿起他的鞋子说 这个表面是个鞋 但其实它是个T恤刀 至于这个表面上看是个刮骨刀 其实呢 它是个吹风机 就像这个鞋子一样 它也是个吹风机 究竟你想创业 是做什么东西的 我们担心 就我会担心 你是不是不够聚焦 咱熊先说的 你是给导师们准备了小吃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么吃得上来 吃完了之后 各个导师之间 可能问题会友好一点 好吧 我跟导师准备了一些 我们的招牌产品 招牌产品 绝对比香港味道好吃 就是各位导师 现在做一个实验 吃的美妙的鱼丸 能不能联想到蛙龙熊 那个艾文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鱼蛋 您刚刚说有鱼没鱼 是体现在哪里 我们这个鱼蛋里面 鱼是有80个%的 就是基本上里面的 含鱼量 含鱼量有80个% 真的肉的量 含鱼量80% 其他基本上 全是面粉对吧 很多都是全是面粉对 口感其实不错 它这个鱼丸 这个含量 鱼的含量明显就高多了 你应该试试它的咖喱 它的咖喱比鱼蛋还贵 好 那我们这说话间 章鱼烧也已经出来了 今天我们节目改了 不叫重创允许会 重创美食会 来 我们请小妹 将章鱼烧送给各位导师 还有乐嘉老师 我们演播是弥漫着 真的 叫挖舞熊霸 港式小吃的香气 对于章鱼烧 我有一定的发言权 因为我在大阪 在京都生活了好多年 总体来讲 我觉得是我在国内 吃到的最好吃的 这个章鱼烧 谢谢 那我们到重创观察团 接下来就是你们 发挥的时间了 每人两分 总共40分的基础分 现在打分开始 请各位观察员 做出自己专业审慎的判断 时间到 那我们的20位观察员 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来看大屏幕 凯荣的第一轮的基础分数 22分 分数好像不算理想 乐嘉怎么看待这个分数 到目前为止 你是节目播出的 上场的第三位选手 你是三位选手里面 做事情目标性最强最强的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在尽最大的努力 期待在引导创业导师团的提问 所以当导师团 我们不停在问你关于饮食和吃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一直希望大家将话题导引到关于文创的话题 因为你骨子里面认为你是一个文创类的公司 但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忽略了演讲和对你的意义 就是如果在一开始你在介绍这个生意的时候 你能够非常清楚地想明白 饮食和你的IP文化两者之间的链接关系 孰重孰轻 可能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惑 所以我估计可能后排的这些观察团的成员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搞清楚 好的 谢谢乐佳老师的中肯的一个建议和点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那由于在上一环节当中 其实你问到了很多关于商业模式的问题 那我相信各位导师心底深处都有一个 刚才乐佳我都有的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做什么 简单来说我们就这个熊的工作是什么呢 二次传播 怎么样用最便宜的价钱来推广 就是我们的梦想 小吃是手段 熊是目的 来 各位导师 你这个IP推广了以后又怎样呢 简单来说 OK 如果我有一个新的IP想跟我合作 在我的动画上面 在我的产品上面 就一个结合的话 那我就能帮你卖你的产品了 OK IP往往是跟产品是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而且我认为一般是先有产品 为了包装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个IP 我看到这个IP 我就要想到是什么产品 而不是说我看到这个IP 我不知道它背后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是慢慢去令到你的记忆放到里面 我假如你今天第一次吃完 OK 你对我的记忆没有 你就第二第三次 我确定你理解了老师的问题 但你的回答有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那你为什么不在做你的小吃的时候 就把你的小吃和你的这个IP连接在一起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吃和这个熊没有关系 我弄个兔子 用弄个松鼠 啥东西都可以 你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 你只要去我们门店前你就会感受到 因为我们真的 这个问题大家多次问 他也多次回答 他再重复回答 我们也再重复问 我建议你不要回答了 我不是他讲出来了 但是乌说八道 你就是一个吃货 大家对你吃评论那么好 没人对那个熊感兴趣 它必须有迷人化 人格化 故事化 这种跟这个用户的这种交互 那你这个小吃的服务员 能够很好的展示这个熊吗 背三变熊 不背注 不卖 我觉得你的最大的问题 你希望这个IP未来 你还帮别人来经营 那比如说来了一个兔子 你是不是会搞一个熊系列 兔子系列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食品 我们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怎么样把线上的IP回到线上 这样的我给您一个选择 因为我马上要打分吧 您是选择说我的项目 就是做一个香港的小吃 还是说我是一个IP的公司 您给我一个选择 我们是一个IP公司 您要注意 您选择的这个 直接影响到我们打分的吗 我们是一个IP公司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导师打分的第三环节 问顶英雄榜 刚才国庆老师已经迫不及待 要打分了 那接下来就是打分的时间 好的 时间到 各位导师 除了国庆老师 稍微经过了一番心理的挣扎 其他五位导师都很快地 给出了分数 乐嘉怎么看待 李国庆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刚刚前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说他是所有人里面到目前为止 目标最明确的人 他能够力排众议直达成功 所以抗压力强 但是坏处是当他一旦意识到这个东西 要的他很有可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是的 我的感觉就是凯荣一直想带节奏 但这节奏一直没带起来 那我们就来先看看 对你最凶的国庆大哥的分数 来 请看国庆老师的分数 五分 那我们看一下杜兰老师的分数 也是五分 何总 冠冰的分数 为什么会打到两分呢 我觉得可能Ivan 不太适合做一个独立的创业者 有更加好的指路人指着他走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点 所以创业也不一定是适合任何一个人 好 周琪先生 周琪先生的分数是六分 其实大家都讲创业 创业什么叫做创业成功 我觉得对于您来讲 有一个梦想 又有一个现实的 能盈利的这么一个生意 我认为创业就是成功的 但是可能周围的人 包括我们在内 对您有不同的意见 也提了很多的建议 您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用这个六分来鼓励一下 谢谢 好 六分的鼓励力分 那周哲先生的分数是 也是六分 我们先看一下分数 现在目前是46分 那就李希是打不出来 30分的高分的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李希总的分数 6分 那我们加总一下 我们六位导师的分数 是52分 虽然我们都说性命52 但是很遗憾 没能挑战我们现在的内主刘洋 那最后发表一下 这个52分的一个感言吧 创业应该是没有答案的 谁赢到最后 谁赚到最后赚钱的 谁是赢 大家都有不同的赛度的 所以就江湖上再见 说得好 江湖再见 我期待你用你自己的好弹品 这个风靡世界将来的这个熊 打各位导师的脸好不好 好 再一次谢谢凯荣 我们掌声恭送凯荣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带来美味的小吃 也谢谢你可爱的蛙物熊 那同时也恭喜刘洋 继续稳坐在内主的位置上 那还有最后一位创业者 他是否能够挑落刘洋 成为今天的内主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位创业者和创业故事 我们一同来观看VCR大屏幕 不倾从主流是我的态度 欲困阻 不屈服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必须禁锢 音乐不应该没守成规 因为灵感需要放肆 打破那些固有的观念 去迎接争议 脑火音乐正是为此而生 我不认为只有木材 手工制作的乐器 才永远灵魂 我相信 潜心为人们探索 与设计的新材料乐器 更能激发下一代音乐人 创作不一样的声音 我是拿火音乐的创办人 陆子天 我想定义下一个时代的声音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拿火音乐的创办人陆子天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今天你带来的是 你关于音乐的这样一个梦想 对吗 对 那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 你与音乐的这样一种 不解之缘 好的 创业故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我要去创业 大家对吉他的印象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通常由一片一片的木材 通过浇水浇合而成 基本上他们外形都长一个样 可能我们把琴头的logo挡住 没有人能分辨出 这是一个什么产品 那这一款就是我们在2017年 发布的世界上第一款 一体成型的吉他 它的名字叫Lafa Me 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是 传统的吉他 它的生产周期 可能在45到60天左右 那Lafa Me 它不仅声音更好 更清明 弹起来更加舒适 而且它的生产周期 仅仅只需要两天 目前我们仅仅只是在 第一阶段而已 它仅仅是一款吉他 现在已经在用这些技术 延展到其他的乐器类别 以及在第三步加入智能音乐教育 但是再多的创新 没有销量 卖得不好 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幸运的是 在Lafa Me发售的当天 它就成为了全网 有史以来 单日销售额最高的吉他 也让我们获得了美国 idea设计大奖 陶者乃至许多 现在的明星艺人 已经开始使用Lafa Me 作为他们全球巡演的 主力吉他 我记得2014年 当时我们还没有 发布任何一款产品 我们在微博上 发了这样的一句话 拿火渴望用音乐改变世界 这是我们的理想和使命 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都不会改变 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不是一个梦想的分享会 而是一个互联网大佬的 产品发布会 我们先从名字入手 为什么叫拿火音乐 Lafa这个名字 是我一个相识多年的拍档 他想到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拿火的起源是 源源不断的热情 我看了以后 我的第一本能反映 我周围身边有哪个是吉他的票友 下回他过生日的时候 送把这个琴给他 太棒 就会很酷 太棒 所以你的东西做得好 但毕竟我们是一个 创业类的一个节目 从我内心来讲 听完你这个东西以后 我对你的演讲非常不满意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有提升空间 有提升空间 你提升空间太大了 不是一点点 产品卓明慧做得不错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我作为一个听众 我有最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和信息 你没有给我 这番话表达完以后 再次证明 国庆是黑白分明 忌恶如仇之人 因为你是他表妹的天敌 即便电视观众再骂他 为了我表妹 背负更多的骂 也值 李国庆 好汉子 我作为一个听众 我有最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和信息 你没有给我 你跟这家公司当中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技术是你发明的吗 你原来的背景是什么 好 通常我们习惯于拿产品说话 但如果提到 我觉得还是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从九岁就开始学音乐 然后后面去了美国的 MI音乐学院学吉他 再到后面去了 UCLA学电影配乐 当时我家旁边有开着一家 全球最大的一个乐器店 但是我们发现 哪怕是顶尖的一些乐器品牌 它都停止了创新 所以回国以后 我们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OK 子天说他不喜欢说自己 他喜欢拿产品说话 对 你有带到现场吗 我有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承上我们子天 拿火音乐的这些吉他 好 我们的舞台上现在有五款 不同颜色的吉他 说说吧 跟传统的吉他 有什么创新或者颠覆性的东西 好 那首先这五把 就是我们Love Army第二代的产品 在我为大家介绍 这一些产品之前 我们先来拿一把木吉他 来对比一下 这是一个木吉他 第一个拿到的感觉 它是非常重的 然后整个体型也比较大 当我们这样背着 就抱着弹的时候 整个手 整个肩膀是非常不舒适的 那这一些其实是常规 木吉他都有的问题 然后这个位置由于木材拼接的关系 所以不可避免的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燕尾 那当我在弹这个木吉他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没法弹到这一些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来对比一下 那方面一体成型的技术 让他没有了这一个燕尾 所以每一个音 首位比较容易 对 每一个音都可以轻松弹到 那我简单为大家弹一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爱我别走 非常简单一小段音乐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用木材吉他 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拿一把橙色 平时如果想要发出特别的效果 我们需要接音箱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当我打开了 这个Free Boost功能 回音和共鸣 强了一些哦 谢谢 就凭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感觉到 我能听出来有区别 确实是比较好 感谢 感谢 我问一下 这个产品的定位 是给音乐爱好者的 还是给专业的吉他手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材料其实本身不分专业和不专业 但目前我们90%的顾客 他基本上是吉他的小白 也就是这些人没有接触过 当然专业的人也有在使用 比如说陶哲 乃至罗大佑等等 这些音乐人都有在使用 国外有同类产品的 国外不是木吉他 碳纤维吉他已经存在了 对啊 但是一体成型的 碳纤维吉他是没有 你这是一体成型 对 国外有这种造型的 不是木吉他的 K.O 这个技术有专利吗 可以接受 坐到什么位置 这一把吉他多少钱 从2588到3980 此时刻我想我们的观察团的 各位观察员 已经对系列的产品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此时可以做一次 阶段性的投票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20位观察员 对于你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说叫 音乐路上的小白神器 做何评价 好的 时间到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重创观察团的 各位观察员 给出怎样的分数 来 看一看 感谢大家 感谢 来 乐大叔说吧 我在笔记上写下了四个词 第一 清高 第二 完美主义 第三 内心有强烈的傲气 第四 有着强烈的追求 极致的心态 这是你身上的四个特点 所以如果从做产品的角度来讲 和把这件事做得 不达成最高境界 不死不休的状态来讲 你绝对具备这个能力 很好 感谢 感谢 此天对于产品 有一种近乎偏执狂的 完美主义和执着 但问题就在这 刚才的环节 大众品位 给了你很高的分数 是针对你的产品 乔布斯也是一个产品狂 产品达人 但是曾经一度 也被苹果公司踢了出去 因为一个商业模式 一个创业项目 不简简单单 只需要产品 它还需要很多综合的考虑 那接下来 你是否可以打动 我们的六位导师 进入下一环节 追梦 激青石 你这个天猫类目 什么第一 吉他 还木吉他 电吉他 所有的吉他 你还做过木吉他的那个吉他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展这款产品的研发 这个第一里边 到底是你这个吉他第一 还是你卖各种吉他 那个吉他店第一 15年16年的第一是由那个传统产品带来的 17年18年正是由这一款产品 你用的数据怎么切换 没有 蛮高的蛮高的 完全没有 谢谢 你这个中国吉他市场一年销售了多少 600个亿 你现在销售了多少了 一年 几千万 几千万 对对对 你未来的这个延展 你要做这个智能音乐教育 这一块你是怎么去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大家如果思考一下 最好的学习的体验是什么 我认为最好的学习是 一开始我们去学习使用指纹识别 比如说当你的手指放上去 然后它向你抬起来 放下去抬起来 这个时候你完成了学习 人生中第一次使用指纹识别 所以人机交互 是未来音乐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像更多的人用机器就会弹音乐 是吧 其实你这个项目符合我对一个 非常好的创业项目的三个判断 就第一有核心的竞争力 因为像你看的 无论是你的这个专利 还是你的这么多的优势 这个音色好 然后生产的周期短 而且重量轻 还有这么别具特色 有辨识度的这个设计 第二个就是你还是非常的聚焦 一根针捅破天 你做了这样一个门类 第三个是保龄球的赛道的第一球 其实你是把它做好了 而且延展到了 其实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看到一个这么有意义的 一个产品能够出现 我前面全场都打了非常低的分 我的高分都是为你留着的 谢谢 打分之前我再跟他聊两句 在今天所有人跟你在交流的时候 你的状态都非常好 唯一只有在六位导师当中的有一个人 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点本能的防卫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不知道 是李国庆 国庆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目前吉他市场是多少 你说600亿 你们公司多少 你说几千万 当他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双手你开始抱胸 开始呈现防卫性的姿态 几千万 对吧 对对对 大概持续了有20秒钟的时间 才放下来 他这个问题略微让你觉得 你们的市场份额还不够大 没有没有 特别期待我们六位导师 在我们的第四位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创业者 陆子天的《拿火音乐》 这款吉他 身上到底留下怎样的分数 我们记住第三个环节 问鼎英雄榜 好 接下来各位导师 可以进行专业的评判和打分 现在开始 刚才子天已经拿到了 观察团的评分 是基础分38分 那六位导师 一个人有10分 最高10分60分 加总之后会是你最终的分数 看看能不能把完美的刘洋 拽下泪竹宝座 好 时间到 子天你最想先看到 哪位导师给你的打分 我没想到今天 其实会遇到杜兰老师 所以我最希望看到杜兰老师 再加上他说要给你高分是吧 来 我们看一看杜兰导师的打分 杜兰把最后的满分给了你 前三位拳手打的分都不高 希望你继续把这种工匠精神 坚持下去 会给我们的音乐爱好者 带来更多的乐趣 谢谢 来 我们从这边走 我们看看何总冠冰 何冠冰的打分 这个意想不到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创业者当中 很缺乏一种叫创意型人才 他既有创意 既有艺术家的天分 同时他也懂得经营管理 我觉得我在他身上面 能够看到这两者的结合 所以我觉得我给他这么高的分数 谢谢 那现在跟我们内主的分数 还有不到20分的差距 那此时此刻 我们要请出完美的刘洋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掌声恭喜 我想现在完美的刘洋心理 也是忐忑的 因为两个满分已经出现了 那周琪导师的分数 来 继续揭晓 我从事非常多的创业的比赛打分 我从来没有打过满分 我每年大概会看 1000份以上的商业计划书 一般自己认为背景很强的人 都会把他的团队放在第一页 但你恰恰不是 你把过去20多年还是30年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 27 你把所有过去的经历 把所有的积累 都凝聚在你一把吉他上面 而忽略 不去提你过去的背景 反而显得你的内心是非常之强大 所以我非常非常看好你 如果有机会 我也想追加投资 周琪导师非常看好子田 但是你看错了子田 你说在你过去的30多年的经历 子田在旁边说我27岁 继续 周总周哲导师的打分 9分 当周总周哲先生打到9分的时候 还剩两个导师没有打分 已经是77分成为了本场的最高分 那当然我们要继续看完 我们两位导师的打分 10分也是满分 我不喜欢你的表述方式 把我给险些带到沟里 已经有炭钢了 炭钢只不过没议题 那也够得着 你这时候又使劲跳到了 跟木鸡它去比 所以你找的类比 没有说服我呢 这番话表达完以后 再次证明 国庆是黑白分明 饥饿如仇之人 因为你是他表妹的天敌 我的小表妹啊 即便电视观众再骂他 为了我表妹背负更多的骂 也值李国庆好汉子 不不不不不 不管是得难也罢 还是鼓励赞许也罢 最终的分数是已经出来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 也是首个过90的分数 93分 恭喜拿火一月 那与此同时 完美的表妹 输给了一个可能看来 不是那么完美的此片 我并不认为 这个真正的输赢 是在这个战场上 那我今天其实看到 子天的项目 我也觉得很酷 而且我也是一个 音乐的爱好者 我觉得我也很想 买他的一把吉他 所以我觉得 真正好的项目 是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 好 我们掌声恭送 来 恭送我们完美的刘洋 谢谢 谢谢 同时也将所有的 祝福和掌声 给到今天的 最高分的创业者 也是创业项目 陆子天的拿火音乐 那最后我们掌声恭送 也请陆子天 带着你的音乐梦想 大踏步地走上 梦想之路 晋级重创杯的总决赛 那今天是我们的首期 重创英雄会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见证了四个 不同的创业故事 也见证了四种不同的 创业人生 祝福 掌声献给他们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本期的重创英雄会 我们下期再会 早晚读书APP 跟对的人读对的书 做对的事 感谢早晚读书APP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乐嘉 欢迎来到重创英雄会的 乐嘉小课堂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 不同性格的人如何创业 欢迎来到重创英雄会的 乐嘉小课堂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 不同性格的人如何创业 以及在创业过程当中 必须需要注意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不同性格的人而言 当创业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第一种人 他们天性当中充满了激情 他们不喜欢被束缚 所以他们的创业 经常是因为他们希望享受 自由快乐的生活 还有一种原因 就是他们对于体验 特别特别地看重 所以你发现经常跑到 丽江大与凤凰 去开一些客栈的人 通常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就是性格当中的 红色性格 他们对于所有的新鲜事物 都非常的感兴趣 不过当红色性格创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他们有强烈的冲动的倾向 比方说在2016年 共享单车特别火的那一年 在南京有一个富家公子 向老爸借了两千万 投入到了共享单车的行业 创办了丁丁单车 但是在创业八个月以后 OFO和摩拜大举进攻南京市场 他的资金链跟不上 结果一下子就死悄悄 他不仅血本无归 还倒亏了两百万 所以类似像这位兄弟一样的 创业者在世界上非常多 脑门一热一激动 结果并不好 这是红色性格 需要注意和避免的 第二种类型性格的人 他们非常的谨慎和小心 他们成熟稳重 当他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他们会充分地考虑 非常的周全 一旦考虑成熟 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他们是完美主义者 这就是典型的蓝色性格 不过典型的蓝色性格 最容易犯的错误 也跟他们的性格有关 那就是他们考虑的太多 行动的太少 容易错过 非常多的机会 我认识一个朋友 在大连是一家著名的设计院的院长 他发现房产生意不错 所以想涉足房产生意 结果他看中了一块地 然后他拿出来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纸 他设计了一整套的公寓 我看了以后我很震惊 我说非常完美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启动 他说我很快启动 两个月以后 他告诉我说 他的方案改变了 因为那么好的一块地 造公寓台浪费了 所以他准备造别墅楼盘 他做了一套更加完美的图纸 我说太棒了 太美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他说我很快就会行动 又过了两个月 他说他那套方案也推翻了 他到西方考察以后 他引进了一套 在欧美极其流行的概念 共管公寓 当我再次问他的时候 他说那块地已经被卖掉了 所以典型的蓝色性格 因为过度追求完美 行动缓慢会错失无数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蓝色 这是你心虚注意的问题 在本期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介绍了 红色和蓝色这两种性格 需要注意的问题 以及它们的特点 在下期重创英雄会乐家小课堂 我将会跟大家介绍 另外的两种性格 它们创业当中的特点 以及注意事项 甚许